開箱 帶起來啊 我們就進入了黑暗的世界了 我一點都看不到 我只能透過這個按鍵 開關鍵 那還有手的動作我來做切換 那我們等一下試用的時候再來切換看看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柔霸翔的生活頻道 技術生活生活紀錄 就從今天開始 今天又要來開箱啦 那我們要開箱什麼東西呢 還記得我們在去年 開箱過這一款產品 這個是 富吉的 艾斯利眼部按摩器 之前開箱過這一款產品啦 雖然它的設計有點像是雪鏡的感覺啦 可是用一用 就是它在用的時候啊 要接一個行動電源 感覺滿不方便的 其實後面真的沒什麼在用了吧 那最近呢 我們又入手了一款 一樣是眼部按摩器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吧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是這一款 一樣是富吉的 溫港艾斯利 型號是MG233 那這一次呢 我老爸記得它好像就不用接行動電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過了一年呢 推出了 自力按摩器 究竟有沒有什麼改善啊 應該過了一年啊 所有科技啊 都是會 會有所改進啊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啊 它這邊的一些數據 詳細資訊啊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一邊好了 好 放在這一邊 自己看啊 我們就不解說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邊呢 講說它有幾個功能 舒適溫感熱敷 多頻震動調控 180度摺疊設計 大容量的 巨航電池 還有一個是 面部仿遮 穴位按摩 還有 雙層氣囊揉捏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是不是有這些功能 剛剛看完外包裝呢 我們準備就把它開箱 來看一下 內包裝 這樓巴是完全都還沒用過了 好 我們就把它開箱了 特別看一下這邊 好這邊呢 它有幾個點啊 它寫說 石墨吸恆溫熱敷 智能感應操控 氣瓶氣壓 遼控 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好 我們現在就把它開箱來看看 好 開箱 喔 打開了喔 喔 這個就是主體喔 我們拿出來看看 它是一個折疊式的耶 折疊式眼罩 這邊有一個 菱形的黑色 其他都是白的 那它有兩種顏色 一個黑色 一個白色 我們這次買的是白色 我們先放著 來看一下 其他的有什麼 什麼東西 它裡面還有一個小額子 欸 Micro USB的充電線 哇 還有說明書跟 這個熔布的吸行帶 感覺是 蠻不錯的喔 它的 包裝盒裡面 就是一個 主體 一個吸行帶 說明書 來一條充電線 很簡單 沒有路 那我們稍微讀一下說明書 我們這一段就 加速過去囉 OK OK 我們讀完了 這個說明書 有看沒有懂 反正就來 試用開看 就知道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簡單的構造 這邊有一個開關 開關在這裡 它這邊 菱形的這一片 是它的感應器 那它這次 它的自然啊 就是說它可以透過 手勢 動作 讓它可以 做 模式的切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 這是充電口 這一個應該是 智能語音的 喇叭吧 所以其他的 我們就看不到 它有任何的 按鍵 那我們先 開機開有沒有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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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有六種模式 那裡面是有 氣囊式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在 在膨脹 有聽到聲音吧 就是 動動動動 我們等一下來試用看看 它感覺是怎麼樣 它是針對眼部啊 局部 來 眼部來做按摩 那這一次它 推出的這個 溫感 愛視力 是沒有 沒有可以可視的 記得一年前買的那個 它是 類似滑水鏡 可以看到外面 那這一次 沒辦法 看外面 那它六種的 振動力度呢 有 輕柔 中垂 舒適 強垂 快垂跟循環 那我們用手啊 在它前面感應器 切一秒 然後 再離開 它會切換模式 然後它的氣壓模式有 智能氣壓模式 跟 炫動氣壓模式 它現在是一直在發熱的狀態 好 那我們先來試用看看 先關機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用看看 鬆緊帶再調整一下 我會把頭比較大一點 所以鬆緊帶可能要大一點 剛剛有用過 所以它現在是 裡面是整個溫熱 其實帶起來啊 我們就進入了 黑暗的世界了 一點都看不到 人 透過 這個按鍵 開關鍵 那還有 手的動作 我來做切換 那等一下試用的時候 再來 切換看看 之後我們再來 講解一下 我們實用的 感覺是怎麼樣 好 開機 重疼模式 這眼睛是要閉起來的狀態啊 看你沒講 真的是 現在眼睛是閉起來的 它重起來 氣囊膨脹位置 好像針對你眼部周圍的穴道 配合震動 打到按摩的效果 氣囊是爆掉了 爆一聲 現在是重疼模式裡面的輕柔 它就是一個短頻的震動 這樣 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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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動動 動動動 然後再配合它的氣囊來膨脹做按壓 然後還有那個石墨烯 是在持續發熱 讓眼睛保持溫熱的狀態 這種溫度大概可能有 40度到45度吧 也不會太熱了 讓你眼睛這樣加熱 OK 那我們來做切換 炫動氣壓 炫動氣壓 炫動氣壓就是它氣囊膨脹的很空 很快 這樣輪流膨脹 輪流膨脹這樣 然後也是一樣這樣動動動動 手放在這個前面 就是變換它的氣壓的方式 就是說智能氣壓 跟炫動氣壓 感覺眼睛越來越熱 那麼這樣切換 你這樣畫下去的話 調整它的強度 好來再來 快推 快推 循環 循環 它現在循環 這六種模式 煙流 好吧 就大概這六種模式 它就是透過手勢 來做控制 控制 按壓力道 還有氣囊的膨脹方式 好啦 我們關機了 重建光明了 剛試用完了 感覺是對眼睛的紓壓 應該是幫它幫助的 眼前一片光明 真是太好了 好啊 我們準備來做結論 覺得這個 愛視力溫感按摩器 我覺得它的重點 就是讓你眼睛可以 短暫的休息 比如說 我們在坐公車啊 或是搭長途 長途的捷運 或是高鐵 甚至是搭飛機啊 我們帶了這個 來做眼部的按摩放鬆 其實是蠻方便的 它是透過氣囊 還有它的電子的 算是電子震動 來搭配這個氣囊膨脹 再按壓你的眼部的穴位 那這一次它跟上一代產品 上一代產品在這裡 類似滑雪線的東西 其實中間它是可以看到外面 所以它按壓只有四周而已 那這一次呢 那這個產品 改進了 就是 蓄電池 那還有它的 按摩的面積 然後這一次 連眼睛這邊 也會幫你做按摩 所以不是說只有四周而已 我覺得就是它這一次做的改進 所以這兩款 看起來 就特別不一樣 所以這個有裝的電池 所以感覺是比較大 比較厚 那這個是沒有裝電池的 就是比較輕薄短小的 是不是還可以滑雪的時候 當成雪境使用 所以這兩種眼部按摩器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需求 有些人眼睛在按摩的時候 想要說 我看到外面 比較安全感 所以就會選擇這種 可視的眼部按摩器 那有些人 想要眼睛按摩呢 然後完全的放鬆 可能在睡覺前 我們要按摩一下 那這一種的溫熱愛思力按摩器 可能就是比較適合你了 這次是我們的眼部按摩器 FUJI溫感愛思力 眼部按摩器 這邊開箱 見到有各位朋友 有需求的話 自己上網再去參考一下 好吧 我們今天的 羅爸開箱器就到這邊做結束囉 如果各位喜歡羅爸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羅爸每個禮拜三下午六點半 做成十根新影片 各位朋友 掰掰囉 羅爸繼續去做眼部按摩囉 掰掰 等它充電的時候 它這一孔 也是它的電源指示燈的位置